大家好,我是Kathleen 今天為大家帶來了兩隻股票 首先第一隻是中海油883 集團股份在上海證券交易所 編號為6009300 中海油是中國最大的海上原油和天然氣生產商 亦是全球最大的獨立遊戲勘探和生產集團之一 而資產亦分佈了亞洲、非洲、北美洲 和南美洲、大西洋局、地方歐洲 業績方面上半年 中海油的遊戲正值產量再創歷史新高 達到331.8萬桶 按年上升了8.9% 而每日生產量都在創歷史新高位 同時深日上產的潛力 油田自然的遞減率降至歷史最好的水平 在2023年今年上半年 公司每桶油主要成本是28.17美元 可以視為全世界成本最低之一 亦是集團翠的優勢之一 雖然儘管現在的石油供應繼續緊張 但沙特阿拉伯和俄羅斯 亦宣佈了自願減產 直至今年年尾 消息一出 亦令到推動了國際油價不斷向上 布蘭特旗游 今月11月的旗游 已突破了90美元 而油價突破 對通脹預期自然有所升溫 所以利好石油股 而中石油屬於上油股 直接受惠於油價上升的利好影響 會推動股價持續向上 但有一點大家值得留意的 由於股價要跟隨著油價上升和下跌 所以波幅會比較大 加上外圍風急浪高 大家要做好嚴守止蝕 股價持續在一個上升軌道上面 仍然處於一浪高於一浪的形態 加上RSI14 在63.365個位置 仍未到超賣區 加上上面沒有蟹貨 如果油價會升到100元附近的位置 股價仍有好大上升空間 而第二隻想介紹給大家是 762中國聯通 主要的業務 在中國提供移動和固網語音 相關的增淨服務 寬戴和其他互聯網相關服務 信息通訊技巧 技術服務 和商務數據通幅服務為主 業績方面 EBITDA增長了4.1% 至535.5億元 在2023年6月30日 集團的現金和現金等物 已有523.55億元 另外7月 智慧客服客戶問題解決率 為達到97% 智慧客戶服務 服務比率亦有84.3% 雖然聯通的次櫃收入和EBITDA 分別是按年上升了6.5%和5.4% 都是稍順於市場預期 但是有性大行的預期 所以管理層指引 全年的派息比率 按年增加了最少4% 顧大行亦預料 今年公司的全年派息率 都會達到54% 明年則進一步擴張至58% 同時亦調高了目標價 加上聯通擁有龐大的 雲端數據中心和設備 對開發人工智能服務 亦處有它的優勢 有傳統版塊的轉向 真正樣型的股份 如電信股都會得到受惠 大家可以留意聯通 趁機會回調時去吸納 技術走勢方面 股價走勢持續在上升軌道上 10天線升穿了20天線 加上價量齊升是走勢利好 多謝大家收看今集內容 如果對我分析有興趣的話 請加入秒頭搜尋我 家庫蓮短炒港股教室